你看得到喔 小小心翼 請你接受 讓你開心 我也開心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故事 開始要說了 大家好 我叫妮妮 我有一頭又黑 又長的頭髮 就像我的咪咪一樣 黑 這裡有很多長 頭髮的女生對不對 那有沒有剛好也叫妮妮 妮妮的人在場呢 上次 我有一次講故事的時候 剛好一個女生也叫妮妮 她也是長頭髮欸 那你叫什麼 原來你叫凡香 凡香也有長長的頭髮 很可愛 那這個妮妮啊 她有養一隻黑色的貓咪 她說她的頭髮就像黑貓一樣 黑黑的 但是啊 這個妮妮啊 她從來都沒有剪過頭髮 因為她不敢去美容院 有沒有人不敢去美容院的 因為男生剪頭髮的時候 阿姨會拿那個這樣 這樣子 你不會怕喔 真的假的 有些男生剪頭髮會哭 因為會 這樣子 有點可怕的感覺 那這個妮妮她從來都沒有剪過頭髮 所以她的頭髮很長 很長 那她的媽媽每一天在她上學之前 會幫她綁頭髮 所以今天看起來是要綁馬尾對不對 但是她的媽媽很常幫她 變換造型喔 我們來看看她今天綁怎麼樣去學校 威妮這個反應是 你覺得這個造型怎麼樣 很好笑喔 那你看妮妮的表情她好像也不是很喜歡 我們來看看她綁了幾個包包好不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竟然綁了八個包包頭 要不要明天試試看 媽媽有沒有時間可以綁 這邊有人綁兩個包包 她真的是八個包包喔 請媽媽試試看 媽媽在哪裡 媽媽已經躲起來了不想要面對 八個太難了 那不然請爸爸 好 那我們來看看妮妮接下來她還說了什麼 她說有時候我會將我的頭髮假裝成鬍子 有沒有人做過這個動作 你有做過 你也有嗎 把你的頭髮放在這邊就像鬍子一樣 好妮妮很可愛對不對 她拿她 她拿她的頭髮來假裝成鬍子 妮妮每一天啊 都跟她的貓咪還有她的長頭髮朝夕相處 她們今天一起看書喔 跟她的貓咪 那因為妮妮的頭髮很長摧 她常常會躺在地上 把她的頭髮蓋在貓咪的身上 她就說哇貓咪不見了 我來問問看這裡有沒有小朋友家裡有養貓咪的 有你們家是黑貓嗎 黑白貓是冰式貓還是乳牛貓 就是有黑色跟白色相間的就對了 很可愛的貓 但這個妮妮養的是一隻全黑的貓 就像她的頭髮一樣黑 好天氣變冷了 她的頭髮越來越長了 她要把它圍在她的脖子上 你們覺得像一個什麼 像一條黑色的圍巾 但是我剛才有說她不敢去一個地方 是什麼地方 對她不敢去剪頭髮 她不敢去美容院剪頭髮 所以她的頭髮已經太長了 但是今天妮妮要去一個地方喔 猜猜看她要去哪了 沒錯她要去美容院 這個阿姨拿了一隻大大的剪刀 她心裡想說 天啊這個阿姨會不會剪到我的耳朵啊 你們覺得會嗎 不會因為這個阿姨是專業的對不對 對她受過訓練 妳很棒喔 好但是那個妮妮在剪頭髮的時候 有聽到一個聲音 小小聲的對不對 妳有沒有聽過 剪刀剪頭髮的時候會 小小聲的 小小聲的 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話就會聽到什麼 啊 啊 這樣子有沒有 有嗎 有沒有那個剪頭髮的阿姨 有沒有拿那個推刀這樣子這樣 啊 那妳覺得癢癢的嗎 沒感覺 沒感覺喔 是不是男生會這樣 啊 好 那今天妮妮來剪頭髮之後啊 她就會變成一個造型喔 她就變成了 哇 我們來找找看這裡有沒有短頭髮的女生 咦 是不是馬上就有了 短頭髮跟她的造型很像耶 還有沒有短頭髮的女生 我來看找找看 有在這邊 還有哪邊 這邊有一個可愛的粉紅色妹妹也是短頭髮 藍色衣服的也是短頭髮 好 那你們知道她的長長的頭髮剪掉之後 拿去哪了嗎 我來看看喔 她的媽媽呢 帶著她啊 妮妮的媽媽帶著她到醫院 將她的頭髮 對 她就將她的頭髮捐給了醫院 這個醫院的這個阿姨啊 她是專門在收頭髮的阿姨喔 她把那個頭髮整整齊齊的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交出去 然後那個阿姨就說 好 你交給我就可以了 那你們知道這個頭髮可以做成什麼嗎 有沒有人知道 好 你說可以做成什麼 假髮 她說假髮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答案 請說 可以做成蝴蝶結 你是說做一個藝術品一個造型嗎 好 那我來告訴你喔 然後這個捐到醫院的頭髮阿 其實她是要拿來做成假髮的 這個 這個頭髮會交給一個很厲害的做假髮的師父 然後這個師父呢 就會做成一頂假髮 什麼樣的人會需要假髮呢 想想看 那你知道是不是 關頭 那你覺得她為什麼沒有頭髮 因為她剪短頭髮 有沒有人有其他的答案 好 我來找你了 請稍等 請說 這是用來表演的道具 好像也不是正確的答案 好 你說 避光頭髮 為什麼 她為什麼 她為什麼 她生病 喔 因為她生病 所以她治療的過程當中會造成落法 所以我們可以將這個製作的假髮 來捐給這個需要假髮的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喔 好 那我來翻下一頁了 那個迷迷說阿 可以幫助別人的感覺 真好耶 所以我要請小朋友想想看 有沒有人有幫助別人的經驗 不一定是捐頭髮喔 我等一下也會分享我自己被幫助的經驗喔 那這裡有沒有人已經有捐過頭髮的 媽媽捐過嗎 媽媽以前有捐過頭髮 那你的頭髮流很長 然後剪短這樣子嗎 真的喔 那你是幾公分你還記得嗎 OKOK 那現在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太短的剪頭髮是沒有辦法捐的 像這位媽媽說 她的頭髮捐了15 20 25這種長度才有辦法做成假髮喔 那捐頭髮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不能染髮跟燙髮 像老師這種頭髮有染過的就不能捐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樣髮質已經太差了 而且這個頭髮有染過之後 它可能會有一些化學藥劑 是對病人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捐頭髮的話 我們需要夠長跟夠健康的頭髮 好那你們都有想到等一下要怎麼分享了嗎 還沒齁 好沒關係我們再想想看 好她說啊 雖然我常常變換髮型 但是我還是最喜歡馬尾 把她的頭髮又長長了耶 好那剛才老師都還沒有自我介紹就開始講故事了 你們知道今天除了講故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老師會唱歌給大家聽 因為老師是一個創作歌手 這本書的後面有一個主題曲 在寫在最後一頁 好這個主題曲等一下老師會唱給大家聽喔 好那我現在呢 要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書本的最後面有一些奇怪的造型耶 我們來看看這個 有人綁這個嗎 就是你綁兩隻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兔子造型的髮枯 是不是有 兔子造型的髮枯 那這邊有沒有人綁八個包包頭的 沒有 好那我們這一本書啊 會傳下去讓小朋友看 那我現在想要